神童曹冲 曹冲自仓书 是曹操和桓夫人的儿子 他从小聪慧机智与众不同 被称为当世神童 并留下曹冲称相等典故 有一次孙群送给曹操一头大象 曹操想要知道大象的重量 但是手下的部将都没有办法 这时只有五岁的曹冲告诉大家 自己有办法撑出大象的重量 他先是叫人把大象牵到船上 当船下沉时 他命人沿水平线 在船上画一道记号 士兵把大象牵上岸后 曹冲又让人将石头装到船上 直到记号和水面齐平 然后曹冲告诉曹操 只要撑出石头的重量 就能知道大象的体重 曹操看后非常高兴 对曹冲大为赞赏 还有一次 曹冲看见仓库官吏 正为曹操的马鞍被老鼠啃咬犯愁 曹冲灵机一动 让他三天后再去向曹操自首 三天后 曹冲穿着被刀划破的衣服 去见曹操 故作哀伤说 衣服被老鼠咬了不吉利 曹操听后 安慰曹冲不吉利之说都是假的 这时官吏来报马鞍被咬之事 曹操没有责备 曹操称赞曹冲 见识通达 还多次向群臣提出 让他继承大业 可惜曹冲年仅13岁时 得重病英年早逝 嗜好邓哀网 曹操为此极为哀痛 追赠他为齐都尉的官邑寿代 unknick 产生 之后 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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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